第二十二题关于金属和非金属通信的比较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常温下金属都以固态存在 常温下金属几乎都是固态 但是有一个常温常压下唯一的液态金属元素拱水银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常温下非金属都是以气态存在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讲过常温常压下非金属元素有固态 液态跟气态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金属的新切面具有光泽且延展性加 这个是对的 选项猪只有金属可以导电 非金属均不能导电 这个是错的 我们的非金属几乎都不会导电 但是有一个唯一可导电的非金属元素叫做石墨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第二十二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金属的新切面具有光泽且延展性加